报张碧成花三千万买冠军,父亲曾给公司送钱,华晨与张姐也被质疑。 中国好生意已暂停播出接受调查,这背后是否存在金钱利益输送,使外界关注的焦点。 目前可以得知的是,没钱没事的学员想要走到最后,简直是天方夜谈。 有太多参加过节目的学员爆料,比赛结果是内定的,都是花钱买的,就连李文都说结果是内定的,大家都是来陪跑的。 可想这档节目的黑幕很多。在大家讨论选秀黑幕时,有几位曾拿过冠军的学员遭到质疑,其中被点名的有张碧成和华晨与,因为两人的关系特殊,引发外界热议。 张碧成夺得中国好生意第三季冠军,击败了帕尔哈提。 然而有一位制片人爆料说,有一位好生意的女冠军曾花三千万买的,很快网友猜测,这位冠军可能是张碧成。 因为张碧成在韩国当练习生时,他的父亲就曾偷偷给公司送钱,希望公司能好好培养张碧成,多给他一些机会。 这件事张碧成父亲还是瞒着女儿做的。 张爸爸的行为对其余的练习生来说无疑是不公平的,也打破了公平竞争的规则。 因为有过这样的行为,所以很多人就猜测,为了让女儿拿到冠军,张碧成爸爸是能做出来花三千万给女儿买冠军的。 而且张碧成的爸爸是一位做生意的商人,更懂得钱的重要性。 如果能预料到好生意有一天会被调查,恐怕张碧成不会自己爆料爸爸给公司送钱这件事了吧。 即便张碧成没有花钱买冠军,但在他成名的道路上,他的父亲肯定花钱为他铺路了。 另外张碧成和魏雪曼PK时,在场的所有导师除了其情外,全把票投给了魏雪曼,认为他的实力更强一些。 连情歌王子张信哲都对魏雪曼称赞有加,可纳英却把魏雪曼给淘汰了。 理由是我喜欢魏雪曼,他的演唱无可挑剔,但我更喜欢张碧成。 以这样的理由淘汰魏雪曼是不是很可笑? 难道是因为魏雪曼不答应签约,所以才被淘汰了? 而华晨宇的质疑声更大,他在比赛期间,导师之间就他雀流都争吵了不停。 蔡国庆甚至当众黑脸,他很不喜欢华晨宇怪异的曲风。 说华晨宇演唱的歌是他听过最神的曲子,但尚文杰对他却很欣赏,多次送华晨宇竞技。 到了十枪比赛时,华晨宇跟时一路顺利过关。 但在决赛时,华晨宇一度落后于欧豪和白菊刚,直到最后投票才反超夺得冠军。 参加过同一届快男的学员爆料,海选的采访视频都是晋级后才拍摄的,都有剧文。 而华晨宇也早知道自己是冠军,因为比赛结果早已内定,本就是资本的游蟹,大家都是陪跑的。 华晨宇也是妥妥的富二代。 爆料说,快乐男生节目组得到了华晨宇家的赞助。 虽然没有实说证据,但回过头看华晨宇在比赛中的表现,他演唱的歌曲确实太过另类。 到现在很多人都质疑他的唱功。 华晨宇的质疑声更大,他在比赛期间,导师之间就他去留都遵吵了不停。 蔡国庆甚至当众黑脸,他很不喜欢华晨宇怪异的曲风。 说华晨宇演唱的歌是他听过最神的曲子,但尚文杰对他却很欣赏多次送华晨宇晋级。 华晨宇也是妥妥的富二代。 爆料说,快乐男生节目组得到了华晨宇家的赞助。 虽然没有实说证据,到了十枪比赛时,华晨宇更是一路顺利过关。 但在总决赛时,华晨宇一度落后于欧豪和白菊刚。 直到最后投票,才反超夺的冠军。 华晨宇也是妥妥的富二代。 爆料说快乐男生节目组得到了华晨宇家的赞助。 虽然没有实说证据,然而这些传闻并没有确准的证据来支持,只能算作是无根据的猜测。 除了这两人外,张杰也遭到质疑。 当年张杰参加快乐男生比赛,谢娜不仅助阵与他同台热物,更是全力为张杰拉票。 而谢娜与湖南台的关系,不用多说吧。 张杰最终拿到第四名的成绩,要说背后没有谢娜的资源帮助,恐怕难以让人相信。 比赛结束后拿到第四名的张杰,却比冠军、陈楚生、亚军苏醒的机会还多。 很多网友都说,如果不是谢娜,张杰不会发展得这么顺风顺水。 毕竟有才华的人有很多,想想也确实如此吧。 虽然大家心里都明白,选手节目的黑幕很多,很多也都是内定的,但没有实锤证据,还是不要乱说。 毕竟张碧成和张杰确实很有实力。 而华春雨也在质疑中成长,也有很高的人气。 这三人现在在娱乐圈的发展,也都很不错。 作为一个十年的老节目,他早就培养出大批狂热粉丝。 不少好声音粉丝认为,节目不应该因为某些人的原因而停播。 甚至有些人开始帮节目组说话,指责李文不懂规矩。 一些粉丝认为,明明是李文不懂规则在先的,之后还胡乱发脾气,网友们正是在吹捧他。 还有不少好声音学员,包括陈卫轩,李在熙,范文彤,赵小熙等,联名上书,称并未被收取任何费用。 这一切的一切,目标很明确,想让节目复播,因为各方面压力都很大。 在中国好声音担任过评审多蓬海通,也发文称,自己做节目的专业评审好多年,好声音投票环节都是遵从自己内心而未知,绝对没有所谓的内幕和黑幕,也不会收钱。 对于这些说法,或许是真的,他们都是清白的,而且充满理想的。 但是这么多人一下子集体出来表白好声音,还是有点挺另类的。 李文是一个热爱音乐且重情重义的人, 他能眼睁睁看自己的学员被节目组欺负吗? 李文怎可坐视不管? 李文不是不懂规矩,他仅仅是想为自己的孩子争取机会而已。 这么说,相信很多好声音的狂热者不认同, 甚至有人发言,节目组花重金请来一个掘墓人。 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,谁是掘墓人? 节目组邀请艺人来当导师,学员本来就是在竞争, 导师肯定希望自己的学员能赢亚。 难道在好声音的粉丝看来,收了钱就要按对方的要求行事, 即便是错误的也不能说吗? 李文的坦诚居然变成收钱不办事了,这是什么歪理论? 对于李文的表现,不少网友给出很高评价, 但也有人认为,李文的性格太过于较真, 如果不那么追求真相,这事没准就不会被曝光。 的确是这样,李文就是这种性格, 他如果是个配合度高,听话的导师, 就不会出现现在这些事了。 可有没有想过,李文不说,最后伤害的是谁呢? 是弱小的学员,是无辜的观众, 是那些有梦想,却不敢前嫌的追梦者。 节目组从头到尾都是胜利者, 韭菜从头割到尾, 李文把事实真相说出来, 是对自己的尊重,也是对大众的尊重, 他才是真正的艺术家。 好声音来过的导师不在少数, 有哪个和李文一样呢? 大家无非就是不想找麻烦而已。 所以在这种大环境中, 李文的出现如同一缕阳光, 让黑暗曝光在大众面前。 李文如此较真, 这或许就是他令人钦佩的地方。 我们不清楚好声音还会不会继续开播, 如果开播了还会不会有人看?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, 即便没有该节目, 千千万万的音乐节目也会崛起, 并代替他。 地球没了谁都照样转, 可真相没有了, 就真傻眼了。 希望有关部门给大众一个确切的交代, 这才是对逝者的告慰, 对观众的负责。